就很紧张,然后没想到,不是说没,就是很紧张,然后就感触还蛮多的,就是有这么多认真在做电影,从事电影行业的人觉得自己的努力还不够吧 我不知道诶,余东老师吗,我不知道,谢谢余东老师,谢谢 请问,有什么冠天真题话吗,呃,演戏吗,要问杨天真 好不好说,因为我有说说了自己想演的,就几年的演不到那种角色的时候,最好就不说了,就放在心里了 最近新艾的战争就是新艺术 然后刚才也说他和我们老师 但是他才说到这些战争 是新艺术的新艺术吗 首先要感谢我最近的歌迷朋友们 然后能够这么 还没有上线就这么支持 其实有时候就是觉得 你收到这么多爱 有时候觉得自己责任也很大 但是呢我希望 6月14号不就只有两天了吗 不对 只有一天了吧 马上就过12点 以后就只有一天了 我就可以卸一个担子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音乐视频 有听到音乐 我希望这次音乐 又可以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跟音乐视频一起看的话 可以有一个试听盛宴 以前你穿好新艺术 因为有点太多人 期待出场有点好的品色吗 其实我对于电影的把控 其实不那么专业 所以我也需要哥哥们 其实博哥他一直会帮我 帮我去介绍好的导演给我 然后所以最后怎么样 我也真的不到清楚 博哥现在在度假吧 对啊 他 会会会我有 如果有选片的问题 我都会问哥哥们的 哥哥们那个群里都是共通的 所以 好啊 如果你们听着喜欢的话 希望你们可以一起跳 哈 Honey A Honey A I know That you Waited Wait wait 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Honey是这样跳的 现场教学哦 哦 动作非常简单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上 Wait Wait 结束了 这就是整首歌的高潮的 Point 动作 部分 我希望因为这首歌 谢谢 因为这首歌整体感觉比较 median tempo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可以一起绿东西 哈 可以 三二一走 Honey A Honey A I know That you Waited Wait Wait 那刚刚粉丝下一个 谢谢 你有什么想跟粉丝吗 等一下 哦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粉丝朋友们 呃 我要感谢他们这么的支持我 这么爱我 然后我希望 以后的路我们一起走 然后我们一起 创造一个又一个的 奇迹跟好的成绩 来到 马上去 我们来说 对刚刚推荐完高考学生 有一些选专业的建议 哦 他们辛苦了 希望他们享受现在 比较开心的时光嘛 对 先不要想那些刚刚考完嘛 就先不要想什么选什么专业 先好好地让自己放松一下休息一下 然后 呃 我其实现在最好的朋友 我的哥们也是 高中时候的 同学嘛 其实高中时候的友谊 也还蛮真的还蛮重要的 所以希望 大家都能够珍惜那段时光 对 依旧还是在做努力的尝试 依旧还是在做努力的尝试 但是这条路到底应该怎么走 因为没有人有正确的答案和正解 所以只能 呃 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去探索 呃 但是 有可能做不到 但是我觉得 人这一辈子要有梦想 为了梦想去活 然后为了自己的目标 去奋斗 不然的话 人生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在最近在微博上也有梦想 也发了七张照片 然后再拍你们 再发这个照片 那边有什么事情 没 就是一直选自拍嘛 就只要有我的脸的自拍 都是看了一下 都翻到了 就是拍那麦娜娜娜的时候的 那个照片 都就就那么几张 就其实没多少 嗯 最近其实创作有一点 没以前那么多了 原因是因为 不知道为什么没那么多灵感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不会不会停停止的 就大家会说 你要去感受生活啊 体验生活啊 然后很多很多粉丝朋友也好 工作人员也好 希望我出一些情歌嘛 但情歌就是 经历的要多 也不能这么说 就是 这个我觉得这是缘分吧 缘分天空美丽的梦 这个美丽的梦嘛 有就有没有就没办法 对 那大家是否可以期待你 我突然以为 是不是期待你可以谈恋爱 对对对对 我是在准备这样的专辑 对对对对 我是在准备这样的专辑 谢谢啊 我们是在聊这个方向 但是对就是 你知道两个音乐人做音乐的时候就比较 需要点时间需要点时间 最后能跟那个来到澳门跟大家用粤语来打个招呼吗 大家好我是张力兴 我好挂住你们 你们挂不挂住我 想不想唱异星啊 想啊 哦对后面就有一个那个演唱会嘛 没有没有 没有 7月6号不是 对对7月6号在上海 对啊就是7月6号有上海演唱会嘛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过来看 对 8月份 八月份 先保密 之后会那个再跟大家讲 哈哈哈哈 好谢谢 谢谢 好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